一个人有这几种迹象,往往预示着无福,要及时醒悟,起心动念皆是因,当下所受皆是果,一切皆因果使然,生活中,我们总能看到很多人跪在佛前,求佛恩赐自己点福气,然而,一个人的福气并不是求来的,而是通过日常的一点一滴善心善行中积累起来的,如果一个人出现这些迹象,那他的福气就会越来越少,不会储蓄,福气实际上也是一种储蓄,它代表着你在生活中的态度。 有些人信奉着活在当下的原则,无论是金钱,人脉还是健康,他们都没有储蓄的概念。 不考虑长远的以后,只看眼下的潇洒,这样的人,也许一时看起来生活的肆意飞扬,让人羡慕,但是一旦他们的生活中出现一些波折,他们的美好表象就立刻像肥皂炮一样一戳就破,因为他们没有储蓄,所以就没有了应对危机的能力,出现一些动荡之后, 他们就会手忙脚乱,甚至是满盘崩溃,储蓄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态度,也是一种人生智慧,多一些储蓄,自己的人生今后也就多一些安稳,话多八卦多,在生活中有一种人,大抵无福,话多,喜欢八卦。 常言道,言多必诗,话多的人,大多很容易说着说着,就失去控制感,失去边界感,使得自己陷入被人讨厌的境地中,在电视剧陪你一起好好吃饭中,苏可兰升职为总监,他的同事姚倩不服气,姚倩在私底下,开始和其他人吐槽苏可兰的为人处事,甚至八卦他的私生活,言语中满是讽刺。 后来,他们的老板在大庭广众下,让两人展示了业务能力,姚倩书的一败涂地,在全公司面前颜面扫地,话多,八卦多的女人,常常喜欢打听别人的隐私,喜欢传播别人的隐私。 如此,很容易惹上是非,做事投机取巧,古人云,天道技巧。 这个世界上做任何事都没有捷径可以走,有些人很有小聪明,遇到事情的时候,不懂得脚踏实地,总是喜欢耍心眼。 这样的人,因为多偷了一点懒,多获得了一些利益,便沾沾自喜,殊不知时间久了,对自己的福气也是一种损害。 看过这样一句话,人生中没有捷径可以走,横着省下的路,总有一天也会变成竖着的坑。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成功机遇,但只有能够坚持做事。 努力把握机会的人,才能走得更远。 那些只想赚快钱,只想躺着赚钱,只想轻松来钱的人,这辈子不管干什么事,都将很难获得成功,贪图安逸。 英国小说家狄更斯说,可以断定,思想和身体一样稍有过度的安逸,便会如染温病,天天渴望过上安逸的日子。 是一种病,心病,软骨病,安逸的日子,让人不思进取,产生惰性,一个人本来就没有想过要成大业,那就别抱怨说自己一事无成了,连想法都没有的人还谈什么福气,一个人越折腾越好命,安逸是留给死人的。 虽然这句话难听,但真是这样的,即便是六七十岁了,依旧可以改变命运,很多院士八九十岁还在工作岗位,孜孜不倦研究课题。 贪图安逸是丧失福气的开始,是把人生的幸福拱手让出去,得意忘形,俗话说,交兵必败,一个人有成功的时候,但如果得意忘形,以为自己很了不起,那就是开始走向失败了,每个人的成功都会赢得掌声,但都是暂时的,因为长江后浪推前浪,前浪死在沙滩上,如果你骄傲自满,就是退步,是让别人把你排挤掉。 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,你的成就是过去的事情,如果以此为傲,不把别人放在眼里,就是把自己孤立起来,活在自己的世界里,最后自己变得势单力薄,别人轻而易举就击败你了。 有个成语,叫趁人之威,当你弱小的时候,就是最危险的时候,但这样的弱小,是你自己造成的,因为你太狂妄了,太自以为是了,就失去了社会的帮助,让自己的力量相对变小了,习惯依靠他人,曾经的电视影评上,有无数对恩爱的明星情侣,很多人因此相信爱情。 幻想着,有朝一日,也能像他们那样幸福美满,然后多年之后再回头看,才发现,我们羡慕的人,后来很多都已经离婚,从此老死不相往来,那些看起来稳固的婚姻,如今只觉得脆弱不堪,可笑至极,分分合合,从来都是感情中的常态。 只怪年轻时的我们,涉事未深,未能真正读懂现实,无论是一个人,一段情,都未必固若金汤,自始至终,真正能依靠住的只有自己,习惯性依赖别人的人,会失去自身的魅力,永远无法独立面对风风雨雨,一旦生活发生变故,他们就只会陷入被动。 以后也会惶恐不安,控制不住坏脾气,遇到事情,不是冷静地去解决,而是抱怨和发脾气,那你的日子只会变差,不会变好,人生不可能事事如意,有困难和烦恼非常正常,我们要做的是保持好的心态,积极解决问题,改善现状,而不是到处抱怨,当你抱怨的人多了,就会将这些人推开你的生活。 因为没有人喜欢和一个成天控制不住脾气消极负面的人相处,当你经常抱怨,乱发脾气,你的思想会陷入偏激状态,明明有能力做好一件事,也会因为状态不加出错。 最后日子越过越糟糕,遇到事情少抱怨,多想办法去解决,心情不好时,学会调整心情,而不是对别人发泄情绪,放纵欲望,人有七情六欲,本是正常之事。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不断地放大自己的欲望,他们还想要得到更多,要问他具体得到多少的时候才会停止,他们自己也不知道,只知道自己在不断地上进。 如果把这种观念放在一件利他利众生的事情上面,这是非常有利的,且众人都会来帮助你,成就你,但是如果把这种欲望加在自己的身上,那就会加速自己的灭亡,因为人的一生要享受的福报,要吃多少苦, 都是有一定定数的,如果我们无尽地放大自己的欲望,过分地消耗掉自己的福报,那最终只能是无福消瘦了,主观能动性差,有福气的人,往往都是能独当一面的人,即便他们看起来好像没那么勤奋,那也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底蕴和底气,就算是他们身处安稳优渥的环境,这类人也会发挥主观能动性,遇到机会,别人还在犹豫,等着天上掉陷阱,而他们已经开始摩拳擦掌,跃跃欲试, 付诸行动了,反观那些福气不好的人,他们贫苦拮据,不一定是因为不聪明,还可能是因为他们依赖性强,一个机会错失了,他们就悲观消沉,从而错失了日后的很多好机遇,人生就是这样,机遇和风险,总是结伴而来,你无法一直拥有一个没有风暴的人生海洋,你要去主动发掘机会,细细钻研和思考,直到让他来成就自己,不知节制,放纵是魔鬼的诱饵, 有些人总是放纵自己,追求短暂的快乐和刺激,他们沉迷于酒色财气之中,无法自拔,他们忘记了生活的真谛和人生的价值,只追求一时的欢愉和满足, 然而,放纵自己是会消耗福报的,当一个人沉迷于酒色财气之中时,他的内心就会变得空虚和浮躁,他无法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宁静,也无法体会到真正的幸福和快乐,这样的人到了晚年,往往一无所有,只有空虚和悔恨,陪伴他们度过余生,过于情绪化,情绪是一个人的祸根,一旦情绪爆发,那么一切的不如意都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,在生活中,我们可以放纵, 那些非常情绪化的人,都会成为众矢之地,因为他们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,如果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了一点小事,就大发雷霆,那他们必然会成为众矢之地,那么,如何才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呢,其实很简单,当你无法控制好自己情绪时,那你就远离这个圈子即可,诸实不顺,比如,你过去一帆风顺的事,最近经常遇到阻碍,做什么事情都感到不顺,事业受到阻碍,感情受到阻碍, 挫折,出门走路还摔了一跤,这些倒霉的事情,很多人身上都发生过,过去幸福美满的婚姻,最近经常争吵,就连身边也出现很多小人在作祟,这个时候,那你就要提高警惕了,是自身出了问题, 还是身边环境发生改变,这些事情的发生并不是无缘无故的,佛家认为,世间的一切皆有因果,一切事情都不是巧合,而是因缘巧合,如果你最近总是事事不顺,就说明你的福气损耗太多了,遇到不顺的事情,是因为过去你种下了不顺的因,刚好因缘成熟,又遇到了不顺的缘,所以你就会发生不顺的事,要想改变现状, 只有多去积得基福,贪图享乐,在现实生活中,一个人如果只懂得贪图享乐,却不懂得付出辛苦和努力,那么这样的人也预示着未来无福可受,为什么这么说呢,因为一个人把自己的快乐凌驾于别人的痛苦之上,这样的快乐永远不会长久,比如说有的人只管自己享乐,不管别人死活,甚至还有可能因为贪图享乐而迷失自我,最终落得个孤独终老的下场, 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人只顾着当下,殊不知不做长远考虑的人,未来的日子会一天比一天苦,一天比一天难,从来不喜欢运动,有句话说,运动是最天然的保养秘籍,经常喜欢运动的人,改变的往往不仅仅只是自身的体态年轻,还有精神愉悦,我看过一项数据显示,体育锻炼能够促进人体内分泌内非态,它能使人保持开朗乐观,更容易保持年轻,相反, 如果一个人太过懒惰,不爱运动,不仅整个人更容易衰老,身体也会随着年纪的攀升越来越臃肿,更会因为肥胖导致各种疾病贫生,让自己常年已要为伴,日子自然也是越过越差,有以上这些特征的人。 往往会命苦福保,都是自己自作自受,只有反省自己的过错,好好做人,积极生活,努力做事,才会有自己的幸福和好命。